说到玄武门之变 中国人大约都知道 因为这段历史实在是太出名了 而且与此相关的文艺作品也实在太多了 是什么样的事件让大家如此关注呢 本期老虎将为您详细到来 古今多少事 都复小谈中 这里是古今诸事 我是老虎 最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那个神色冷峻的秦王 紧跟在他身后的是秦王府的文武将领 在他们后面 是秦王的数百名精锐武士进入玄武门后 与自己收买的玄武门总领长河寒暄了几句 便进行紧锣密骨的布置 就在李世民扶兵玄武门的同时 后宫的张建宇十万火急的赶到东宫 把昨夜探知的秦王秘奏 一五一时地告诉了太子和齐王 所以就有了在这个夏日宁静祥和的早晨 太子和齐王策马走出东宫 走向一个无可逃脱的历史宿命 太子一行缓缓行至临湖殿的时候 察觉有变 立即调转马头 准备向东返回东宫和齐王府 可李世民跟在后面呼唤他们 还是年轻的齐王反应敏捷 飞快地搭弓上剑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堂堂大堂四皇子一连三次都没能把手上的大张弓拉开 与此同时李建成正疯狂地挥动马鞭 可他的速度没有自己二弟所命一剑的速度更快 是的 只有一剑李建成就见上帝了 李元吉慌乱间被流石射中 失足坠马 而这一边秦王的坐骑可能也是没想到这哥仨完真的 吓得直哆嗦 一剑小心把秦王从马背上摔了下 这下好了 哥俩儿躺一块了 李元吉怒从心头起 踢手夺过李世民的功 用弓弦紧紧勒住了他的咽喉 幸亏御池门神及时赶到 吓得李元吉撒开双腿拼命朝武的殿方向跑去 御池竟得纵马追逐 同时不慌不忙地射出一剑 将其射死 正当秦王集团在玄武门前突然实施的斩首行动的时候 李渊在做什么呢 按资质通鉴记载 当太子和齐王跌血玄武门的时候 李渊正以心腹重臣 在海池上高唱 让我们荡起双将 直到看见玉池门神 披戴盔甲 手执长矛 浑身是血 杀气腾腾地走到面前 跪地扣手 李渊一脸猛逼地问道 今日有人作乱吗 爱卿到此作甚 门神达到回禀皇上 太子和齐王叛变 秦王已率领军队将二人诛杀 唯恐惊动陛下 刻意命臣前来护驾 李渊一听差点晕了过去 又看了一眼玉池静格 心里霸道 护你奶奶的家 你这不明白的逼功吗 一向给李世民捧根的官员 趁机说道 建成和元吉 对我大唐的建立 也没有多大功劳 并且极度秦王功高望重 所以才会共同策划 对秦王鼓励的阴谋 秦王今日既已将他们剪除 而且公盖宇宙 天下归心 陛下如果封他为太子 把朝政大权移交给他 便不会再有什么事端了 事已至此 李渊只能马上表示你说的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早看太子 跟元吉普顺扬 御池门神 进一步向李渊提出要求 请他颁布一道命令 命格军 一律服从秦王指挥 李渊表示OK 李世民既已接管了 京畸兵权 全面控制了皇宫 他准备去见李渊 而李渊也等待着 这一刻的到来 当这对尴尬的父子猛然间四目相对时 李世民急忙跪地扣手 老皇帝招招手 让李世民跪到跟前 然后伸出颤抖的手 抚了抚他的伯格 说 这些日子 差点被人眼所入 犯了投注之祸 李世民把脸 埋在父亲兄前 紧接着作了一口李渊的乳头后 痛哭道 老爸 我错了 我不该杀大哥和四弟 在占据东宫和齐王府后 李世民下令 杀掉了李建成 与李渊其所有的儿子 连上在强褒之中的婴儿 也没有放过 至此 玄武门之变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玄武门事变三天后 秦王被李渊立为太子 并颁布诏书 从今天起 国家军武其政 无论大小 全部委托太子处理和决定 然后再报告给朕 事变两月后 李渊颁布之书 将皇位传于李世民 自己位居太上皇 从此专注于造人 无死之念 念六而已 据说晚年的李世民 曾经在某种场合 发出过这样的苍凉的看 玄武门的那段悲情往事 也许终归是 李世民一生中 永难忘怀的一场灵魂之伤 脸平 李世民亲手世兄之举 常被后人误明 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他对权力的向往 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影响 李世民在位时 政治清明 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国力增强 百姓生活改善 史称争冠之志 家里兄弟多的 请勿模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